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周,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我现在在十三成都这边 今天成都天气还好,不算特别热 准备带着老婆小孩去成都黄龙溪古镇玩一下 听说黄龙溪古镇是成都人气最旺的古镇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他这个古镇到底怎么样,走吧 现在我来到黄龙溪古镇入口这里了 大家看一下,来黄龙溪古镇的人真的是好多啊 我们再去前面看一下吧 往路口的前面走了有差不多两三分钟左右吧 这里就来的一个水井 特别的好看,也特别的好玩,好多人在下面玩水 这个水井是一个喷泉 特别的好看,而且也特别的凉快 难怪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来玩 往前面走了一点点,又是一个水井 我感觉黄龙溪古镇的水井特别多 夏天带着小孩在这里来玩,玩一下水,接一下鼠,真的是挺不错 黄龙溪古镇虽然被商业化了 实际上基本上都是卖吃的,卖商业品,卖那些旅游经验品的 但是夏天来这里的话真的是挺不错的 这个水看起来也很干净 只要你不怕失声,就可以去下面打水仗玩水 我感觉真的是挺不错的 难怪这边夏天的时候人气这么高,原来是这么凉快 我听住在这里的人说每天黄龙溪古镇都有这么多人 特别是夏天来玩水的人特别多 黄龙溪古镇离成都也不算远 到成都市区应该就不到一个小时的车船 外地的本地的游客真适合来这里走走啊 现在玩了华亚了,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成都的黄龙溪古镇确实是不错的 人气好旺啊,好多人在这里的地方 还有很多都是外地的,黄龙溪古镇也挺好玩的 如果大家在他们这边找不到地方旅游的话 我推荐大家去一下黄龙溪古镇 你们这里还可以玩水,真的是挺不错的 好了,这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